可能遇到的状况 反正大部分都是什么 资料的分分合合 单栏变多栏 多栏又变单栏 反正变来变去 主要就是这个位置 比如说你要输出报表 输出报表的资料来源 可能在这边 反正它又分散在不一样的地方 那你要把它丢到你要的位置上面去 那你就需要用到 我们刚刚讲的这些相关功能 那比如说以这个例子来看 特别注意哦 我们需要的 就是它本来是1234 有没有 1234它有规则性的 1234 那纵向的 所以那我要什么 先把这些丢过来 有没有 然后这个人的名字丢过来 所以我可以分两阶段做 第一阶段什么 就是先把资料搬过来 第二阶段再把前面的栏位名称去掉 OK 所以要怎么做 那当然请各位先把这个范围的资料 delete掉 刚刚那个范围的资料是给你看的 知道说 做出来就是我要这样子 但是要怎么做 其实就是你要动脑筋的部分 反正工作里面不外乎就是解决问题 所以常常有同学拿他工作里面遇到的问题来问我 那我也很乐意回答 如果你的逻辑很清楚 像这个 我可以很快告诉你 那你不要一堆东西 全部没有逻辑性的 问我怎么做 其实你们的工作我也不了解 像之前有同学直接寄个档案给我 我一打开 天啊我要看什么 我怎么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 所以基本上 当然像这种简单的你就切割了 所以你要如果你要把问题解决的话 可能要先学会把你的问题先做切割 因为如果你不切割的话 你实在是找不出从哪边开始下手的点 那切割切割了 然后一个一个慢慢解决 解决完之后 那那个问题就比较容易解 像这一题也是一样 我们第一个是希望把它搬过来 可是搬过来不是手动搬 而是用什么 擦环数 那用哪一个比较简单的 解释与参照 刚刚我们有用到一个函数叫index 有没有 其实这一题用index 如果你用view函数 应该就没办法 为什么 因为view函数呢 你的来源一定要是类似像 一个资料表一样的形式 一定几栏吗 像刚刚编号一定要在第一栏 那那个ok 可是像这种比较没有规则性的资料 来源的话 那你很怕就只能用index 按确定 那我们要预设的引数 第一个呢 他问你说你的array在哪里 array就是这个范围 所以我告诉他说 我的范围在这里 当然你这个范围你也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名称 比如说叫信息之类的 这边的话呢 直接向下填满 好 填满之后呢 告诉他说 我的范围在这里 B2到 那个 B33 那先把它按F4 左右都锁 因为等一下我会向右 向下 那第二个我要告诉他说 哪一列 哪一列呢 现在应该这个应该是第一列 所以你就输入1 然后呢 哪一栏 因为这个范围 这个array 只有一栏 所以也不可能会有第二栏 所以一定输入1 那你会发现他带过来的话 就会是什么 诶 入职时间 那如果说你今天希望呢 带下一个 那就是什么 把这个公式姓名的部分的话 那你就是下一个 那就是下一列 所以这边的话 应该只要把这个数字改成2 就是姓名了 那再来吧 一样 不过你可能要这样贴 总共要贴 总共32 你要贴32次 好像不太合理 所以怎么办呢 如果你可以产生一个 1到32的一个 一个什么 一个表格 的那个结果的话 那你的问题应该可以解决 有没有 1 这边1 2 3 4 5 6 7 8 那有什么方式可以产生 我刚刚讲的 所以第一个 我们先不要解决 index 主要index 我只是分析说 我需要什么 我填上给他就好了 那我要怎么产生 1到32的表格 我们可以用插入函数 横向你可以用column 纵向你可以用roll 所以我可以用column函数 按确定 那它跟那个roll函数蛮类似的 它会抓到你现在在哪一栏 有没有 4 5 6 7 那如果说你要取得是1234的话 有没有 减掉3 有没有 打个勾 向右填满 1234不就出来了 但是你向下填满还是1234 可是如果我今天希望 向右是1234 向下呢 如果下一列 那我就加上四的一倍 下两列就是四的两倍 一之类推 那我要怎么样让它倍数增加 其实有个规则 加上 后面呢 因为我向下 向下跟什么有关 跟roll有关 所以你这边的话可以用roll 小刮糊 它目前在哪一列呢 在第二列 建议你先把它剪掉 为什么 因为呢 我剪掉它之后 后面我把它刮糊 记得哦 因为先剪掉 再乘上它的倍数 倍数指的是总共有几栏 我有四栏 那你会发现哦 如果roll现在是2 2减掉2 乘上4还是0 对不对 因为0嘛 那如果你下一列是3 3减掉2 那不就是1吗 1乘上4不就是四的一倍 下一个不是两倍 三倍 四倍 那这样不就完全可以符合我们要的结果了 对不对 特别说 这个逻辑 可以用在很多地方上面 不止只有这里 之前好像我记得 我们好像似乎有用过吗 有没有影响 好像万年曆里面那个范例 年曆的部分可以啦 如果万年曆那个综合练习 你们也可以看一下也有类似的用途 好打个勾看一下 向右它其实不会影响 但是向下会不会影响 2 8 3 2 有没有意思就是 每一列就加它的4的倍数 2倍 3倍 4倍 一起可以推 这个逻辑其实可以用在很多地方上面 还蛮管用的 这个还蛮常用 所以我做出来了 所以第一阶段 先做出1到32的表格 第二个把这个公式减下 做什么呢 再插入index 所以刚刚有用过index 然后array一样是这个范围 这个范围里面的哪一列呢 其实你就把 第二个这个先锁起来 f4 那roll number呢 就是刚刚那个东西 我的公式不包含等号 把它贴过来 蓝因为只有一蓝 所以输入蓝 好这样子按确定之后 那你会发现 向右 向下 你会发现 全部资料通通过来了 有没有 ok 所以基本上 我们在取得资料的时候 反正就分阶段 缺什么 我补什么 index里面列 我就知道说 它的规则1到32 那我用column跟roll 去产生它要的东西 那我就可以 做出它要的这个资料 把它分别 12345678 可是问题 再来第二个 第二个问题是说 那如果说 因为你做完之后 你发现 资料是有带过来 可是呢 这里面 冒号前面的东西 我不要 那怎么办呢 如果你要用手动删的话 当然也不是方法 不是好方法 像之前有同学是这样 如果你不会其他的方法 你可以用一招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 会不会熟不熟 就是用什么 用那个 有一个像 如果用ward来做 可不可以 其实用ward里面有一招 当然你们很多方法 他这个 ward在这里 按照顺序 如果说你今天 假如说呢 用那个ward贴上 比如这边资料 你可以选择信 用只有直好了 如果你要这个资料的话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 假设你要选这中间 这个日期的话 你可以在ward里面 按一个auto键 lt有没有 向下 有没有发现 他可以 让你选的时候 只选那个你要的 lt键可以这样 你把它卡住 贴过去 也可以啦 不过你要做四次 这个是 如果你实在没有好方法的话 OK这个是第一招 那这是仅供参考 记得按lt lt键 你可以的 纵向选取 那第二个的话呢 如果说你要用比较标准的做法 应该是前面好像有讲过 有一个切割自创函数吧 什么切呢 如果我今天要什么 切到入职时间 刚好跟上面的长度 有没有 四个字吗 那如果我要切 我可以用什么 用mid函数 还记得吧 mid函数 那mid函数 他会跟我要什么 他里面的资料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要什么 从哪个字开始 那我基本上是123456 从第六个字开始 抓几个字呢 抓后面的字 那我要怎么叙述 所以这边的话 你可以用什么len 算上面有几个字 再给他加几个字呢 两个字加 加两个字 有没有 就可以知道是第六个字 那后面东西 如果要全部抓的话 那你要怎么做 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 请各位先试一下 先利用那个 index 先把资料先抓过来 待会我们再来看 如何把资料做切割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我们分两阶段 index之前 你可能要先做出 1到32的表格 那表格数字先做出来 做出来之后呢 把公式贴到那个index里面 的row number就可以了 好